刚刚我们主要讨论了新电商法对于代购的一些影响 那么接下来对于生产热门代购产品的这些品牌方来说 尤其是澳洲品牌 短期将会受到什么样的影响呢 应该说对短期对一些品牌来说 会形成一定程度上的影响 但是我认为这个影响第一不会很大 第二很难持续很长时间 为什么这么说呢 短期的影响一定是销售上受影响 因为还是确实有大量的货是从代购手上走的 那么如果代购这个渠道停下来的话呢 在短期之内可能没有办法很快的由其他渠道所弥补 就可能会形成一些短期冲击 但是呢这些品牌或者这些企业 比如说最有名的讲澳洲最有名的代购呢 无非是两个方向 一个呢是奶粉 一个呢是保健品 那么量最大的的是核心的几家大的品牌 而这些大的品牌 它之所以能够卖的非常好的核心 从现在状态来看 其实它的核心竞争力并不在代购渠道 而在于品牌形象 他们已经树立起了品牌形象 所以对他们来说 无非是一个阵痛和切换渠道 而且他们并不是完全依赖 没错 代购的这样的一个渠道 所以从长期来说 我觉得影响应该是比较有限的 对于热门品牌来说 目前的影响非常有限啊 那么长期来看 先法对代购的一些冲击 究竟是一个正面还是负面的影响呢 我们电话联系到了澳洲本地品牌 EGO的中国区总经理 David先生 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代购和平台都是我们非常重要 赖以生存的这个渠道 那么我们的品牌也是非常感谢 所有的这些澳洲的代购 帮我们把这个 我们澳洲这么好的产品 可以带到中国的千家万户 那么这些平台呢 也是提供了非常好的 现代的这些支付的方式 让他们短期就能够得到 这个很好的一些消费的体验 所以呢 我们希望两者都能够有长足的进步 但是两者也能够去尾存真 能够留下好的公司 好的商家 那么那些步伐的几个别的一些 对影响整个是这个跨境啊 还有电商事业的这些 这些步伐的这些分子 这个能够通过这个电商 能够规范起来 那么首先你认为从短期来看 除了代购和品牌方 还有哪些利益群体受到了主要影响呢 手当其冲的会是 在整个的代购流程当中 非常关键的一个环节 物流 事实上在目前情况下 物流其实承担了很大的 一部分的功能 这个核心的功能 是在于入关这一刻 而这个最新的电商法的执行 它最容易把一些核心的条款 执行下去的也是在海关入境的 这一个关口上 所以这对物流的挑战非常大 而且现在可以看到一些 最新的消息来看 不少的物流就已经开始出现受耽误 因为现在的审批和海关入关的手续 比以前更加严格了 而原本物流还有一些 所谓的超市赔付的这样的一些责任 这个使得很多物流公司 出现了一种什么非常有意思的情况 超市赔付的成本已经超过了 他们所收取的物流的费用在有些时候 甚至我们可以看到 不提名字 有一些澳洲本地的这种物流公司 已经开始发声明 表示最近一段时间 由于新的电商法的执行 他们将不得不取消在 起码在现在这段时间内 取消超市赔付这样的一个承诺了 因为他们没有办法再负担了 那么对于长期发展来看 你觉得究竟是利好这个行业 还是说是一种比较消极的影响呢 我觉得总体来看 如果这个执法是张实有度的情况下 总体来看长期还是对消费者比较有利的 但是呢 必然会有一些人受到非常严重的冲击 甚至呢 整个的行业可以说 会因为这个法案的出台啊 重新洗盘 好 谢谢首席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将要讨论 在新电商法的环境下 海外代购的未来之路将会怎么走 那么首先你觉得这个新法对代购冲击之后 还有没有一些未来的一些新契机呢 如果说契机的话 更多的是一个行业的整合 事实上在两三年前我们开始聊代购 或者电商这个行业的时候就说过 代购和电商呢 弥补了一个市场上缺损的环节 确实呢 做到了更好的一些货物的流通 能够将一些中国市场急需的一些消费品 以更快的速度 更有效的方式呢 从海外进口到中国 满足了中国市场这个需求 这其实是一个从经学角度来讲 是一个非常正确的做法 但是呢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因为这是一个新的领域 原本是没有太多监管的 所以呢 大家都是野蛮生长 自然生长 丛林法则 那么有了一些更多监管呢 我们刚才讲到了说 这个东西对未来消费者 可能会有些有益的方面 而对于这个行业本身呢 就会发生洗牌 这事情我们在两三年前就已经预测到了 一定会是出现一个大于吃小 因为现在要求更规范 而要承担这个规范的合规成本呢 核心在于说你的规模要足够大 规模不大情况下呢 恐怕很难生存下去 那么在未来如果 还想要从事海外代购的工作的话 你认为他有什么样的选择呢 留给大家的选项非常的有限 如果确实还是要做代购的话呢 你不得不考虑 根据法规要求 去中国注册这样一个公司 这是其一 其二呢 如果说你的 你的业务规模 不足以支撑一个公司的运营的话呢 你可能不得不考虑挂靠一个公司 或者三四家组合在一起 变成一个公司 或者你的业务被别人吃掉 或者你变成一个被别人帮别人打工的 一个大的公司的一部分的 这个代购业务的这个从事者 或者从业人员 这是一个很必然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这就是一个行业重新整合 逐渐有一些大型的企业出现 而一些特别小型的可能会逐渐消失 可以看得出这个新电商法 对于代购来说是一种优胜劣汰的机会 那么首先你认为从行业的发展来看 新电商法将会对中国和澳洲来说 有什么样的就是机会呢 我觉得这个新电商法的推出 可能来说在中国方向上 那么可能会消灭很多非常小型的直接的代购 然后一定程度上会把一部分的市场营销和渠道的业务 带回到中国 那么某种程度上会在这个方向上 或者在这一个产业链的这个部分 产生更多就业或者更多机会 这是一个 那么另外一方面 如果我们讲澳洲 或者从货物的代购商品的原发地来看的话 可能他们可以减少和非常多家不同的代购 走渠道或者走不同的代购 跟他们进行商讨的这样的一个 非常耗时耗利耗金钱的过程 因为我们说这个行业如果进行整合之后 可能最后的比较大的这个代购呢 可能就这么三五家不超过十家 那么对于这些品牌商来说 他们可能反而有更多的能力 去跟这些渠道商讨 对他说可以介绍很减省很多的成本 在渠道方面 另外一方面呢 他们也有可能可以捞回一部分的利润 如果代购越来越少 而成规模的合规的进出口 越来越多的情况下呢 在商品的制造商方面 可能利润还会高一些 好的 非常感谢首席的精彩分析 澳财聚焦节目是澳财网专栏 评论文章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每周四我们的原创文章和视频 会在澳财网微信公众号上首发 欢迎订阅并关注澳财网微信公众号 获取更加全面的内容和解读 感谢收看今天的澳财聚焦 我是以诺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您观看 我们下次再见 欢迎订阅